今天还要来煮这个水盒 基本我们每天都煮的 这里面就是北齐 党参 当归 麦冬 猴吉 等一下再加两个去无的红枣 大家都可以试一下 这个水不错 我们仿佛煮的 就是这个水煮完以后倒出来 然后继续加水去煮 可以仿佛煮 加水 红枣已经加进去的 还有加了两个红绒眼钢 今天早上这个伤变好肥 我现在在洗特别肥 这个来蒸粉丝 把这个黑黑的洗干净 加了点油 太脏了 里面加了一点蚝油 把这个蒜米放一下 拌好了 把这个蒜米淋在上面 因为这个上帝真的是特肥 这个时候就吃这些贝壳的时候 像薄壳米也是很肥的 它对季节 它不只肥而且好吃 平时没有的话 不对季节 价格贵 又瘦 它一瘦的话就不好吃 没有那种甜味 我们家小孩喜欢吃粉丝 每次蒸虾或者蒸鱿鱼 用这个粉丝的话 他们很喜欢 所以伯伯都会多泡发一些粉丝 可以了 等一下直接上锅针 今天自己留了两个求生 这个每次泡发出来都不够卖 然后呢 我们都是要想要吃都没有的 这个生很不错的 口感脆的 你到尾后 等一下直接焖那个骨头汤 婆婆已经事先包好骨头汤了 然后腊肠要来炒这个荷兰豆的 再煮一个清汤 婆婆这个应该是你们要人来煮汤的 这个求生 用钢丝球刷干净 然后放到水里面 放一片姜 还有一条葱 这样直接一下锅煮 现在可以捞出来了 其实其实就是焯一下水 就可以捞出来 然后再洗一下 切小块 改刀切小块 这个生气出来 肉也是很厚的 口感很脆 居居堂堂的 营养价值也比较高 小朋友可以多煮这个海参给他吃 补养价值也比较美 这个水可以照出来了 继续来加水 水开了 来蒸上 来蒸上碟 上爬坝 这个蒸8分钟就可以 菜都炒好了 这个海参汤 球参 刚才拍的视频煮煮这个参的视频拍着拍着不知道怎么就跳了 不小心关机了手机 然后都没有保存到 这个海参 营养价值也是比较高的 现在这个时候球技都做给小孩子 提高免疫力普通通白质 就鱼王汤 时间大了可以了 粉丝分上贴 我们家孩子很喜欢吃粉丝 然后今天这个沙尖鱼也是很新鲜的 有一个海虾 这个腊肠整合冷豆 海参 这个青瓜汤 啊 每次一喝一可以吃就立刻跑过来了 第一个 好香疸 好香疸 每次我还没有说开放 它立刻就跑过来了 妈妈 啊 在 illuminated 那这个话 多什么 their 他以为是苦瓜汤 他每次婆婆煮苦瓜汤 然后顺便也煮了一点海参汤 总 所以他老是说他要海参汤 不要这个瓜汤的 他喜欢吃海参汤 先给他吃一点汤 疼疼 没什么吃 很好吃吗 很好吃 咱们不要吃了 咱们不要吃了 海参汤 我也断了 啟了 爬 咱们吃了晚参啊 哇 好吃啊 他很喜欢吃海参 小孩子 为什么这么小 他就喜欢吃这个参啊 看一下婆婆把菜怎么摆的 快合完了 虾肉还有这个海参都吃了 把这个网都挺干了 压住 压住 这边是行的 老实说这是花菇 师傅啊 快来这样 你吃了吗 这个怎么这么喜欢吃海参 我就真的是想不通 好吃吗 好吃 这个海参 我们家妹妹她也喜欢吃 吃生她就不敢吃 这种求生 她不行的味道很好 我给我 我看你 我看你 尤其他不得了 我说我看你 我就不得了 谢谢大家